印度人强领桌上的椰子和饮料来消暑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 连政治家都出来发水和选民搏感情 这是因为印度气温连着五天超过摄氏41度 南部的克拉拉邦还有两人中暑死亡 这波南亚热浪其实影响整个南亚 马来西亚北部也因为白天高温超过40度 农民被迫改在晚上工作 其实受到声音现象影响南亚已经连日高温 而且包括印度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 周二预测高温都超过34度 比起各地四月均温甚至高出3到4度 像是菲律宾的马尼拉各级学校 全部紧急停课两天 也让学校附近商家生意大受影响 连摩托车司机也因为停课没了生意 泰国曼谷高温飙迫40度 市场乞丐因为酷热天气 现在只能在早上或晚上乞讨 市场歌手也热到无法在户外表演 面临极端高温各地都建议民众 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不要出门 避免中暑危及生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